我們希望特別來賓 沈富雄委員 郭正亮委員 黃偉翰先生 賴斯堡委員 張士剛議員 殷乃金小姐 好 那麼在Copenhagen 丹麥開民主高峰會 蔡英文說 中國共產黨身高脅迫的手段 我想是視訊 他真的去嗎 沒有 視訊 視訊 因為這邊是演說 受邀演說 視訊 我嚇一跳 我說他什麼時候去的 民主是永久 而且唯一的路 永久是什麼 人類歷史上已經變過很多次了 將來會不會變 我們真的不知道 會不會有個更好的制度出來 我們也不知道 不過目前來講 邱吉爾講過 民主是最壞的制度 可是沒有一個制度比他好 就知道邱吉爾這個話 民主有很多的缺點 但是其他可能更糟 但目前情況是這樣 好 那麼這個 台籍烏克蘭志願軍 我們有台灣人不少跑到 不是不少 有 上次不是死的一個 還現在還被授勳 有到烏克蘭去做制宴軍 他喊話 如果不阻止俄國 下一個就是我們 所以到底是怎樣 好像有一陣子我們說 今日烏克蘭明日台灣 又說不可以這樣講 今日烏克蘭跟台灣是不同的 到底是還是不是 有的說是 有的不是看 從哪個角度看 另外在哥本哈根的民主高峰會 有台灣的啤酒 台灣啤酒是不錯的 台灣的鳳梨酥 鳳梨酥也是不錯的 招待外賓 另外歐盟對大陸的戰略文件說 第一次說要對台灣有事 未雨綢繆 你看俄羅斯打烏克蘭 搞得全世界有個大亂 能源漲價 糧食不夠 如果大陸打台灣 那也是全世界的大事 有可能是第三世界大戰 就算不是第三世界大戰 也搞得天下大亂 好 那麼另外巴菲特 他把台積電通通賣光了 他原來去年第三季買的好像 然後買不少 就變成台積電的十大股東之一 然後第四季把他賣了 然後這次在股東會就有人問他 說你為什麼把台積電 這麼好公司賣 他說公司是很好 人才也很好 問題是地緣政治不好 地緣政治不好 那我找到一個比台灣更好投資 就在日本 所以他把很多的錢放到日本 台灣日本比較安定 比較安全 那這每個人投資有不同的看法 巴菲特他就從小就要打安全牌 他的投資一定要安全 而且他那個護城河一定要很好 別人供不進來 每個人不要 有人喜歡冒險 他不要 所以他這次把台積電 所有的股份一股不剩 通通賣掉了 通通賣掉了 不過也有人買了 像麥格里 富達這些基金公司 還有老虎基金是買了很多 所以每個人投資的眼光不同 如果大家都賣沒有人買 那股價就無量下跌了 我們看一下 一年一度的哥本哈根民主高峰會 對總統不缺席 總統重申台人 甚至民主是永久且唯一的路 跟理念相近國家的夥伴關係 即是最有效的防禦措施 而這場峰會 台灣不只總統受邀 還有兩位層副烏克蘭作戰的台灣人 Tony和Jack要冠軍也與會 分享前線作戰心得 不幸戰死的曾勝光也被放上緬懷 台灣在歐洲的重要性不同以往 像是英國前首相特拉斯 將在16號晚間訪台 另根據日媒報導 歐盟正修訂對大陸的戰略文件 其草案射度列入因應台灣有事情況 萬一台海緊張升高 歐盟有必要和相關的夥伴國合作 阻止現狀遭改變 Ridgewater的Dario也一樣 我覺得國民黨如果不笨的話 把這些大手鼻的這些大老闆的動作 可以一直利用到年底 因為這個100個消滅錢要出來消毒 也消毒不了 因為巴菲特 大家聽巴菲特的話 巴菲特都不敢買台積電了 你民進黨要好好檢討 到底問題關鍵在說 到底台灣危險不危險 這種東西消滅錢沒有用 我就有用了 因為我一直講台灣沒有危險 所以政府應該派我去美國 針對巴菲特要派我去 歐馬哈 連布拉斯卡 說你錯了 你錯了 要聽我的 我一直講台灣沒有危險 不過講到這個蔡英文視訊 在國本她跟民主峰會的演講 她講得不生動 要講民族 講自由 這是要勞講 你知道 然後我講就是講台灣是自由的燈塔 是民族的堡壘 要這樣講 我跟你講他就是 蔡英文就是文青 就是巴菲 不讓人感動 他又講那些東西 我跟你講現在其實 美國帶頭的這個集團 跟對面那個集團 是美國一直在講 是價值體系的不同 價值體系的不同不是只有民主 因為這是民主峰會 所以他強調民主 但是我請問你 我們台灣人民現在是拒絕統一 雖然阿寶哥給我講 他聚統這兩個講不出來 但是他說如果說 現在暫時聚統可以嗎 我說你要講就要講永遠的 你說只講現在 沒有不要 但是侯友宜厲害 侯友宜說反對一國兩制 那我問你 請問國民黨講這個反對一國兩制 你講得很順口 一點都沒問題 我們都反對 我就講了 反對一國兩制 那我問你講 反對一國兩制很順口 講巨統很為難 差別在哪裡 巨統 你旁邊那位大佬就是這樣 那我問你 沒有 我很順口 我問你 你反對的是兩制嗎 兩制 三制 四制都沒有人反對 你反對的是上面那個一國 你既然反對一國 你不是反統嗎 當然是 但是我們拒絕現在或是未來 或什麼時候跟中國統一的原因 是因為他沒有民主 我們有民主嗎 你去做做田野調查 就是有一天 中國跟美國一樣的實行 這種美式的大義式民主 台灣要不要跟他統一 還是不要的 這個就讓我回想到曹信誠講的 曹信誠罵北京 北京把中華民國搞死了 又不許他穿獸衣 這曹信誠是對了一半而已 那共識要你死掉 穿獸衣 然後送到二兵去火葬 你知道嗎 他不要你藉絲還文 這樣好像湘西敢施記 又回到中國來討拍 不是這樣的 那我們如何 這國民黨很重要 國民黨的兩岸論述 就是說既然這樣 既然中華民國 北京說你死了 你少來這一套 獸衣要穿 那我們如何解釋我們自己 我告訴你 在1945年從大陸來到台灣 這個半死不活的中華民國 沒有死 他也許半昏迷狀態 主持人我請問你 半昏迷狀態的女人會不會懷孕 會喔 而且小孩子會不會長大到滿月出席 會喔 所以從那一個時候 這個半死的女人懷孕了 小孩子出生了 而這個小孩子長到今天幾歲了 都快80歲 長到80歲的小孩 會願意跟那個被打我媽媽 打的半死的人統一嗎 這個關鍵是在這裡 而且這個小孩子出生以後 他就不信 不信中華民國了 他叫中華民國台灣 變成父姓 中間畫一個heaven 畫一個線 中華民國 台灣 表示說我尊重過去的歷史 但是我是一個新的人 你講對有沒有道理 有道理的話就安排 給我一個專訪 我們問一下 國民黨比較年輕的 來 資剛恩怎麼看 我覺得中華民國 台灣跟中華民國 這個概念基本上 在某個程度上面是重合的 是重合 因為現在你的國民 就叫中華民國 你中華民國台灣的台灣 就是民進黨用來去做一個變體 用把它自己的詮釋權 詮釋在中華民國 我覺得國民黨跟民進黨 對中華民國最大的不同是 對民進黨而言 中華民國是工具 有的時候 你說中華民國是流浪政府 有的時候我才去把它拿出來說 我是中華民國台灣 但是對國民黨來說 中華民國是它的價值 是它堅持的東西 我覺得這兩個根本點 不同是在這兒 我問一下 斯剛 你講我懂得你的意思 因為你的背景 你的傳統把你拖累了 但是你這個講法可以 但是你贏不了無私 無私搖 你知道嗎 你對手是無私搖 他也不敢講 不是 你在你區的選民裡頭 你如果剛才這個講法 我給你保證沒有票 有票的 有票的 我提一下 沈道老剛剛講得好像講你自己 說那個人 那個昏迷的生了小孩 80歲剛好是講你 看起來講你的樣子 我要強調是說 這個東西 現在以民進黨的中華民國 很清楚了 他切斷跟大陸的關係 但是這一次馬英九去大陸 又把它連起來 這個裡面還是有不一樣的 我覺得這話講清楚很重要 你這樣講完全是因為 你是過去台獨的思想 台獨的理念 現在當然你有一點轉變 所以這個東西左右紅圓 現在是這樣 但是你骨子裡是台獨的思想 我跟你講 我的思想的轉變 總比一個常年活在 文山的同溫層流的人好太多了 你講到我 我要回應一下 不要忘了 文山區一樣年輕人一直上來 一直上來 還是要隨著時間的改變 我覺得這一次馬英九 去了這個大陸之後 大家重新認識的 可以體驗了 現在講了這個一宗各表 這種東西為什麼不可以 為什麼不可以 你告訴我 為什麼不可以 現在來講民進黨跟國民黨 最大的差別就是 民進黨 中華民國是切掉 跟大陸之間的關係 中華民國 國民黨所提的 是要把它有個幾代關係 所以這樣子才安全 斯剛 你不是在選文山 你不要停他的話 我是覺得 現在大部分人覺得說 中華民國是台灣 中華民國是民 台灣是實 我覺得這樣的概念 我覺得大家都可以接受 但是沒有到前一步說 我要去把中華民國名字把它拿掉 你就算去問現在 十幾二十歲的年輕的朋友 也不覺得說我要名字變成 台灣共和國或其他的名稱 所以說中華民國跟台灣 我覺得在大部分的感覺裡面 事實上是結合一體的 一個是實體 一個是他的名字 沒有 我講調一下 侯友宜講的是最安全的 而且最符合現狀 就是中華民國是國 台灣是家 國家 中華民國在台灣這個地方 所以一個國一個家 這樣的講法其實可以接受的 可以被大家接受的 所以我們會在台灣 和其他人做到的 中華民國在台灣 和其他人大在台灣 可以接受的 不要再說